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窗 我是主持雪凌 有馬二 夜行者 上個星期就講完四套 其實都真的不是好得的作品 不算不是好得的 不是好突出 我這樣說 他又沒有犯什麼大錯 你不要告訴我雖馬尾是沒有犯大錯 我不承認這件事 OKOKOK 今季其實比較突出的應該都是日常系的翻組作品 無論是我們上個星期說的電器街 今個星期都是日常系的 這套日常系就將會打完之後所有作品的念 不是之後的 很多一套戰鬥是將會被打完念 我看你怎樣 define 什麼叫戰鬥 什麼叫賣肉系 我們今天第一套要說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二輪戰鬥 其實主角方沒有什麼戰鬥 戰鬥是由哥哥那邊 女主 表線和女線 其實他也表現到一個故事 我覺得這套東西真的有他精彩的地方 我覺得 以我們上個星期說雙馬尾 一個空有設定 而他是不懂得運用設定的人 但很明顯這套裡面 你的空是說哪個空有 對 他真的要說這些 對 而這一套其實你要看到就是 主角安藤 即是我們身份時都說過 就是安藤是很了解 即是應該說作者很了解 什麼叫異能 異能當中就是說 在你當你不用戰鬥的時候 異能對你的定義和對你的價值 其實他是會說得出這些東西的 即是他用一個日常去包裝這件事 還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即是其他作品 如果異能 剛才主角問 異能是哪裡來的 有什麼要求 有什麼目的 他這套東西是沒有的 即是主角方他們不會想想 異能是哪裡來的 亦都沒有想過去追查這件事 這些東西 可以是 這個是比較奇怪的地方 其實在劇本裡面 其實主角安藤這個角色 是擔當的是什麼 就是安撫另外四位女角 擁有異能的女角 他們本身的情緒 作為一個喜歡病患者 有極度豐富的妄想 自己有異能之後的一切經驗 他已經模擬了一切的情況 當有異能發生的時候 當發生A情況 就要用B這個對策 當發生C這個情況 就要用D這個對策 他是已經將一切一切的事情 已經在他的腦袋想好 其實看一看他自己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 異能系的心理醫生 不是專家嗎 Vicky 心理醫生 他是解決這一幫 擁有了異能的少女 就是魔王級的異能 當擁有了異能之後 他們會發生什麼的情緒變化 其實他是做一個管理 其實他是 而你看到其實 無論你說開頭的 就是千東那裡 千東其實說得比較算多 千東有一個就是 叫他不要創造生命 這個就是 日常生活的定義中的模糊 因為如果他可以創造生命 其實他是主殺人 都沒有什麼所謂 他創造出來就可以了 那同樣道理 他有反過來的 叫會長 算是什麼 會長是復原 但問題是死人不是復原 他叫他不要嘗試翻山 不要多小動物 你試都不可以 對 因為如果是這樣 就是你對生命的價值觀 就會模糊了 就是你說 有什麼所謂 一刀而已 其實這算是模糊 當你斬了手來 你細胞死了 你復活之後 都是新的細胞 或者這樣說 其實在這套作品裡面 這個我個人解讀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因為我也沒有看過原作 其實安騰是要他們 就算有異能 都保持一個正常人的價值觀 去對待自己的異能 而所謂一切非日常的觀點 就交由他自己去負責 就說你們不需要想太多這些 這些超日常的東西 你就交給我這個專家去想 等專家來 你們是不需要再去擔心這些東西 另外就好像生活小節裡面 就是千冬和狗鬼 Cookie 說了就是秘密 這一點 其實就是當有異能 就是你當 變身系統話最多 這些 大家應該都見慣見熟 就是當你有異能的時候 你不會去跟另一個人說 因為對一個沒有異能的人說 其實你是一個非日常的存在 其實我覺得他日常生活 其實就是當你擁有異能之後 你擁有異能之後 你怎樣去 還要繼續過你的日常生活 主角群這一班 全部都是由安藤去支撐著這一點 而令到他們還可以 保持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受到異能的影響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他們沒有主線任務 即是你們有槍力 但沒有主線任務 沒有怪獸打 沒有每個禮拜沒有人打 那你沒有一座 你能力就會挖掘了 即是當你有一把聖劍 可以討伐魔王 但沒有魔王打 那就打普通人 是不是很正常的 其實是 即是你說身邊醫生 我明白的 就是管著這個世界 你沒有魔王 沒有敵人打 那怎麼辦呢 我們平時可能開個派對 開個派對 自己打一下玩一下 這樣解釋 而且你叫做 因為他們也是經常聚集 我覺得那件事就是 你能夠理解你的 其實只有這班跟你一起 有超能力的人 你才可以保持一個正常心態 但會得常好像不關他的事 所以會 會長就另一回事 會長就覺得 你看到就是 無論是燈代 阿 揪子 其實他們 他們兩個比較女主角 有些不同 其實他們的定位上 如果你說 以那個角色 在作品裏面的定位 其實彩公的定位 是比較 比起另外兩位 和比起千東 更弱的 其實是 四個女的角色 各樣不同的氣氛 即是你說 整套內 真正的主角 安藤有做交流 只有千東 其他三個女的角色 都沒有怎麼理會過 最多是和 有 燈代 聊小說 聊小說 小說 根本就沒有聊過 但他們有蟹後過 故事裡面 就是 燈代 就是和 安藤系 那個 電波 的 氣場 是燈代 他啟發了安藤的中二 對 他是最高的和尚 那是 你這兩個 有機會 你選擇不選擇 你都要夾 一個是前中二 一個是現中二 可能夾 即是甚麼前中二 我最近又談戀愛 沒事的 即是他們的波長夾 即是 channel 對 他們是可以溝通到 那些什麼 Endless Paradox 即是阿靠子那類 即是 就算認識了 即是叫你 就算認識了這個 安藤那麼久 即是清梅竹馬那麼久 其實都是不關心的 都是 因為他融入不到他的興趣度 正常 即是說悲劇 那些世界 沒問題 對靠子來說 其實他喜歡安藤 但他好像是融入不到安藤的世界裏面 而安藤也都在故事裏面有心 這些東西 二人喜歡的東西 你認識鐵嗎 煮飯婆你都不會認識的 算了 我明白的 所以才會有 今季裏面最長的對白 即是長度 其實呢 兩分幾鐘 不要緊要拿出來做預告 那段東西 那個追擊性是很大的 那段東西的追擊性 你要能夠去對抗那段東西 就是呢 如果他每說一句的時候 你都可以反駁一句的話 你才能夠解釋到這一段東西 解釋不到 很多喜歡病人 那些戰鬥花喜歡病人 就會被他插死 都是顯得出 但是以一個演講的立場來說 那個長度是一片正常演過的長度 如果你作為一個純媽差人的角度來說 其實是合理的 不過語速快一點 他真的叫做表進很多所謂的魔法設定 你可以說是 或者是一些現有輕小說角色裡面的一些特有的設定 就是說叫做什麼呢 所有的角色都一定要有個悲慘的過去 死了老爸老母 就是這些是慣常的 要能力不受控制 就是能力不受控制是其中一種 然後還有什麼 能力是要有代價的 為什麼一定要有代價呢 有代價是不是很帥呢 就是你看到就是我們提起 如果你用回這一套理論 重觀你過往在過這麼多的角色 那些人會經常說 我真的不想用這一招的 就是那類型的 根本都有 放心 新版介紹應該會說到 就是這一類型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作者的控訴 其實是一個 不是正常的 你這麼厲害 只能控制不到你厲害 你大哥 是不是很合理 我也是 最終其實這個其實是沒有答案的 那段追擊的對白之後 他就走了出現 其實安藤都冒然而對 不是 整件事你幾乎沒有解決 但是他沒有改過的 就是後面可能回來了 好像很正常 其實他是不正常 都是壞了 他也是沒有改過的 不過其實你說在那個位置之後 就是經過登代的歌 就是那個死人的名字 有人很齊 Lucifer 不知怎樣怎樣 簡單很多 我對數字很敏感 你明白 同身就同身 真的 回去看魔法戰爭 你 講完之後 其實可以說 開啟 阿溝子正式去看魔法 正式去忠義安藤剪開攻略 你帶他作為後來講 其實那個位置是OK的 由那段帶去 帶出之後他們的感情 對抗的問題 我會這樣說 溝子那種是 背後密密守護住安藤 即是其實 他 理論上就是一個 背後靈 你不需要去介入一個忠義病 其實 他會幫我報警 阿壹也說了一件事 忠義病的患者 其實 他是很想理解 但他又不是很想理解 就是那種矛盾的存在 你有沒有看起 喜劇之外 由內而外 由外而回外 這樣表現出來 對 這些是忠義病的極致 大家也知道 你看這些作品 忠義病說穿了 即是你穿了條條條 其實就是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你會見到 我可以說 至少讓我看到 裡面 整套作品裡面 他用一些 叫做情節 的故事 其實你看到 是有花心思 去處理 就是說 其實作者 是有一個定義 給你 當然這個是 我比較喜歡 就算 你日不日常 多瘋癲 都好 你應該其實 作品裡面自己的定位 究竟這件事是什麼 先不論 你這個觀點 和我們讀者 的觀點 和不同一樣 的時候 都不重要 但最重要 表明到你的立場 其實我們就是 我就是這樣 去看這件事 告訴你 你認不認同 你覺得 認不認同是另一回事 精不精彩是另一回事 認不認同這件事 就是很過人 但至少他解釋到 整套作品裡面 就是安藤的中二病的理由 其實我覺得 安藤那種 其實不是叫中二病 他是為了這一班 他自己本身也是 但是他 到了有了這個異能之後 他為了這一班 有異能的少女 擴展他的中二病能力 這樣說 你看到很多 近年其實有很多 所謂的中二病角色 我覺得安藤其實 是很容易入口 安藤的角色 我覺得已經很難頂 我想這樣說 你對比起其他 因為其他 我簡直是不看的 那你看到的話 其實對你來說 他也是一個 你能夠接受的角色 我接受不了的 其實 我一直在等那段 兩分多鐘 我對白什麼時候出現 怎會等到 剛剛第八集才出現 第八集才出現 他們就是第八集 我真是 誰知道 誰知道有幾集 難道我們去查一下嗎 但我覺得 本身因為安藤那個角色 其實是說 他是一個中二病 但他不會像其他作品 其他作品的中二病 是無節制的 中二病 他是無時無刻都要說 中二病的 但安藤那個角色 其實他是有正常人的視點 不是 因為他中二病 其實是假裝出來 因為別人覺得是中二病 我要做一個 符合中二病 應該做一個角色 或者這麼說 因為安藤的中二病 就是他不停幻想自己有異能 他現在滿足了 其實作為一個已經實現了的人 他應該不是一個中二病 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這些不是安藤的病 滿足了 因為我們在以前作品 很多中二病 幻想只有異能 但他們沒有人 所以幻想也是假的 但他真的有異能 人就不是幻想 是實際 即是不是中二 對 很合理 即是他已經 他應該說 本身是一些 架空幻想的東西 帶來現在 已經是一個現實 這件事已經發生了 但如果你這樣說 就將這件事簡單化了 因為你自己 將它單軌 去到一個有和無的程度 即是你說他是普通人 他幻想一些不存在的東西 出現了 但老實說 如果你說這些 是否一些很討厭的東西 我又不覺得是 即是你這些 冷聽一點說 他叫吹大了 或者吹靠 但問題就是 最反感 或者我最不喜歡 這類型作品 或者這類型演繹的問題 就是什麼 他在說那些 很長 很臭 很沒用的東西 即是那些平時 就是你打機的說明文字 那類型的字 然後他強迫 讀完一次出來 迫你聽 然後用一個 好像很語氣激昂的表現出來 但其實他那些男生 略大搞笑 那你重複地看 這個小丑 比看ATV或者TVB 更難頂的情況下 然後我當然 等那兩分鐘 之後出現 其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那我覺得這個是個人 角度問題 不是他作品 演繹問題 我覺得這個 所以我說 你個人可以不喜歡 你個人可以不喜歡 他的套路 但他的劇情是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不會否認 但我不喜歡那個男主角 那些 那些是男主角 這些是 另外 其實這套 還有就是 一個狐鬧 異能 貧空而來 但其實他把另一部分 帶動到 其實這一堆異能 並不是 無緣無故 只是落在 主角 這五位主角的身上 即是 巴馬會唱六個 這六個人的身上 其實是 在一個叫做 精靈戰爭 精靈戰爭 即是 對武法戰爭 簡單來說 是二人戰爭 裡面 有一千人 被挑選了 獲得了二難 只要 到最後剩下八個人 那八個人便可以實現 完望 很典型 龍珠 七粒龍珠 其實誰要看 可能是你們八個犧牲 其實你也看到 這套 看之 表面很互納 然後 阿壹 他極力想 把主角群 這班人 out of battle 不讓人發現 五個人 或者六個人 連會長 可以說是 是持有這個超能力的 持有這個異能的 他們參賽之多 因為這個就是犯規 他們 不用玩了 而在這個角度 最初你會覺得 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保護他們 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一面 最初覺得好像是 對 其實去到後期 根本上 我覺得 好吃 最後才吃 神經病 被你們參賽的話 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束 其實是一個 他們今天的超能力 都有三個人 除了魔王 而那個問題 在於 其實 你想清楚 如果 他在戰鬥未進入尾聲之前 他們加入戰爭 打擊 喊一他們這班人 喊一他們這班人 要面對他們的同時 還要面對其他超能力者 其實 局面是極度嚴峻的 所以 需要 他清理所有其他 一千個 除了他們六個以外 所有超能力者 然後集中火力 針對他們的能力 去再對付他們 等著你不停練到 那一班人 沒有練過等夜 追避他們 八個都沒問題 其實喊一那邊有八個人嗎 好像也不夠 他說 一定要剩下八個人而已 可能他最後剩下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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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一直都好像在招攬新人 你都看到 就算 到最後一集 有個人控制會長 當然不關阿YS 但阿YS 都沒什麼所謂 那幾條 那幾條 全部都是易天道爆炸的 打贏他 才算 一個時間停頓 一個創造 一個回帶 還有五元素 你一看一集說 一打那個 只有控制電 勾字是五元素 他連光都可以 光數都可以 那你就說 不用回答 當然 這個作品之下 好像很胡鬧 好像開頭 好像沒有什麼機身 但覺得 其實這班人 都 有些陰謀 沒有 就等於 你看最終兵劇的秘女 主角是 在走副線 不走到轉死 所以轉死 他們不知道 這樣就沒什麼 而你說 其實 在戰鬥的部分 安行用的方式 都是一種 我了解異能 我是用 對抗異能的手段 其實 要不就是異能對抗異能 要不就是用一些 理所當然的方法 但如果 其實你不熟悉 你根本不會想到 用這種方法 可以對抗異能 不是很合理的 等於其他人 他想著打贏 他們有異能之後 才可以接觸異能 但我沒有異能之前 已經想到 如何跟異能打仗 經驗值 其實他爆發燈了 等於魔法 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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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要熟悉魔法 我沒有魔法 我當然要想到 用盡任何方法 或者其實你說 更加近磅的 《靈魂者》九條 有一套 他不算是輕小說 他不算是高一個年齡層 那一套 不知道是甚麼小說 《灌輪小說》 不關他 也都是那套 不知道 《九S》的作者 阿二番厚 的作品 他也是 《靈魂師》 《九條》也是 沒有 我有這些知識 我有這些知識 我用不到異能 但不要緊 我知道你的異能 如何攻破你 當然他沒有那種 《九條》那種 《九條》那種 叫做面向高層次二十多歲 那些人的小說 這就是輕小說 十多歲的少年 應該要看的東西 不太清楚 當然 如果你作為一個喜歡病 應該甚麼都要看 不然你怎麼回答這麼多 在問答遊戲中 可以回答這麼多問題 這個世界有很多異能 這個情況 你猜不到 要吸收多些異能知識 要回應多些情況 你好像在暗示我們的聚會 關事嗎 不知道 我沒有這麼說 沒有這麼多心 做人的事 真是 所以你說這套 其實我 說的就是 整套作品裡 日常那邊 其實角色的推進 先不說愛情線那邊 其實是 角色之間 他不停在演繹 那個角色 面對的生活問題 再加上 他有了異能之後 對生活的影響 所以其實 整個書名 我覺得 對題的 完整的 即使你的名字 可能長一點 不過現在 更加長的 所以對他來說 這一套 都不是很長 因為有人比他 不是說他那麼長 現在最長的一套 好像是 事實位於一套 還是三項 雖然九一 如果你譯的九公子 都是很長的 但至少對得住 他的題目 亦都是對版 就是 日常生活 和二人戰鬥 當中應該是 沒有一個多餘字的 沒有的 我不會忽然 我懷疑 當初應該是沒有一個題目的 純粹是 你要改一個題目 要改一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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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異能 他們那幫人 有戰鬥 我都有點興趣 就是看 究竟他原作裡面 原作應該入管 去到第九冊 是 那其實 究竟他這裡的內容 其實包括了多少 當然我不知道 這個沒有考究過 但其實如果 可以寫到九冊 這樣的內容 即是作者的量 很豐富 還是其實之後loop 其實我反而有興趣知道 這件事都真的 不知道 可能要想看 他聽消息的觀眾 或者是之後 推進了之後 究竟是不是之後 這個精靈戰爭的東西 都會延寸下去 有個發電真的可以的 我覺得 總之這套東西 給我的感覺 其實跟電器界那套 那套 開頭對他 不算是保態 其實我真的當他一套 互鬧 但其實他互鬧 他的角色描寫方面 也做得真的不錯 以角色描寫 算是好 其實說真的 改名是很重要的 所以安難先賦予 所有異能都一定要名 阿壹都是一樣 阿壹都給一個對手 用電的對手表他 你這個能力給我 我真的突然感到有點被害 對 有些人不怕生命 自拍改錯名 那名要有長 有些不知英文符號 有些數字 因為有型 這套 值得推介大家 在今季裏面 如果未看的 都可以嘗試去看 都真是易入口 就算我覺得 對中二病的角色很有抗拒 但我覺得這套 以程度來說 真的不算多 反而我覺得安藤 更加傾向是一個 普通的角色 只不過他有些脫線 那我們這套就到這 我們下次回來 繼續